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的目标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19号在官网公布的 2018年11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数据显示2018年11月份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459亿元 11到11月累计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41014亿元 截至到2018年的11月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券的余额为182093亿元 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 再来关注作为汉语盘点2018活动最具有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 那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在19号发布了2018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本次发布的这十大网络用语 依次为锦礼杠金斯格佛系确认过眼神 官宣C位土位情话皮液下还有燃烧我的卡路里 我们来看下一件事 最近上海浦东新区一个男子打邀灵 说自己这公司是诈骗公司 那他在现场还坦言说自己是同伙 那经过了调查 原来这诈骗团伙是分赃不均起了内讧 那员工举报了自己的公司 民警顺势将该团伙的两个窝点给捣毁了 那具体情况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微视频 小伙子报警称被骗 还坦言自己是同伙 这事让民警有些吃惊啊 民警一查还真是个诈骗集团 顺势就捣毁了俩窝点啊 他们正在一个参加一个培训这样的事情 培训就是教你如何去打电话 告诉人家如何推销啊 这样的手段的这样的一个实验 分赃不均引起内讧 来呀互相伤害呀 接下来这位胆子穿着大了 连警察都敢动 民警医院救助最悍 不料警包被小偷顺走了 那我们的包呢 据说小偷看见这包里的手铐啥的 都吓懵了 不过这一切都吧 自己选的手铐 戴着还合适吗 我知道 下面这名男子的做法 肯定是不合适的 男子是戴镜像链 趁人不备 拔腿就好 这是抢劫呀 真以为犯了法能跑掉吗 别天真了 可不 经过一番追逐 男子被大家撂倒了 他的贪心终成妄想 接下来这名小偷的体力 可就比刚才的那位也老多了 前一人当天晚上偷了82组电瓶 每个电瓶最轻的大概二三十斤 最重的大概要七十多 每个都自己拍上去的 对 你拍的重的 那刚才的 三个小时偷了三吨电瓶 这绝对是吃菠菜长大的吧 有这能的 你咋就不干点正事呢 这要是放在菊中队 绝对是个好苗子呀 好了 以上就是此时段的内容 容天下整点说 广告之后 我们就到今天的整点话题 那今天的话题是 小人说的是哪种人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会儿 听听赵龙还有嘉宾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一会儿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